不语倦 四个学生不相约定 在静默打坐的七天之内 不可以开口说话 第一天 他们都静默不语 但是到了深夜 热火忽明患 热火忽明患 热火就快熄灭了 我们不是应该不言不语的吗 你们在干什么 在说话吗 原来只有我没有说话 很多人在告诫别人指出别人错误的时候 其实很可能他自己也抱着同样的错误 所以千万不要学他们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